这是2021年由池昌旭 金志源主演的一部爱情韩剧 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这部 都市男女的爱情法则 故事开始 女主恩吴这天去找男友 却惨遭男友劈腿 然而男友不但不觉得自责 反而骂起了恩吴 说她太过无聊无法勾起自己的兴趣 与此同时恩吴的面试也惨遭落选 爱情事业双双跌落谷底的 她看到了一同面试的女孩善雅 她的活泼开朗让恩吴的眼中满是羡慕 她希望自己能成为善雅这样的人 于是她便用善雅的称呼开启了度假之旅 这天善雅正在开车 突然瞥见路边一个超帅身影 身高一八二看上去跟模特有的一拼 她忍不住回头多看了几眼 这位正是朋友委托自己要来接机的男人宰员 缘分真是妙不可言 就这样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个陌生人相遇 车上宰员仔细打量着这位美女司机 感觉她的头上漂浮着好几个问号 她很好奇这是怎样一个女人 这无处安放的魅力 让仔细瞬间被迷得挪不开眼睛 善雅突然搭话 我还挺好奇的 你是个怎么样的人 看到美女司机对自己感兴趣 仔细于是打开了话匣子 滔滔不绝讲起自己二十岁就有两个愿望 一是在房车上生活一个月 二是在海浪里冲浪一个月 善雅感叹真不可思议 你租了房车竟然就准备那么停着 善雅突然掉转车头 心血来潮的她要带仔细去考特殊驾照开房车 于是真的来到了驾校报名明天考试 仔细觉得她是个疯女人 善雅信誓旦旦的说一天就能拿到特殊驾照 于是麻溜的先安排仔细拍证件照 三下午除二就报上名了 仔细安顿好行李后 在沙滩上又遇到了遛狗的善雅 挪不开眼睛 觉得她魅力发散 仔细不禁敢开好耀眼啊 从朋友那里得知了美女的名字叫善雅 晚上海边烧烤派对 为了成功引起善雅的注意 仔细机智地赢了游戏 果不其然善雅投来欣赏的目光 两人暧昧对视 电光火时间却突然停电 原来是派对东家准备的抱团游戏时间 一群人的狂欢 最后四个男人决胜局 当游戏提示一男一女时 仔细果断走过去拉起善雅的手 那一刻时间静止了一半 吃瓜群众纷纷起哄 仔细也觉得她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女 第二天仔细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停在海边的房车居然换地方了 她记得昨晚明明停在海边的 此时善雅突然出现 仔细慌张地拉上了窗帘 清醒后再次拉开窗帘 善雅在窗外搞怪着各种犯鬼脸 果然是有言韧性 仔细成功被逗乐 原来善雅起早来叫她练车 今天仔细要考特殊驾照开房车 糊弄地练完车后出发去冲浪 一路上两个人打情骂俏 俨然是一对小情侣 仔细如鱼得水地正在海里冲浪 全程散发着魅力 善雅成功地被她吸引 觉得有趣也想试一试试 仔细于是当起了善雅的四人冲浪教练 经过多次反复尝试之后 善雅终于挑战成功驾驭滑板 两人激动不已 却不小心被别人撞倒磕伤了头 仔细看着伤口心疼不已 回到屋里贴心地给善雅处理伤口 第一次冲浪的善雅还在回味 自己在滑板上英姿飒爽的一幕 善雅说她明天还要继续冲浪 她想要做得更好 仔细上头了 此刻她只关心善雅的伤口疼不疼 仔细拿来的毛巾给善雅擦头发 却不经意碰到了善雅的嘴唇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善雅顺势亲吻仔细的手指 气氛突然暧昧了起来 仔细情不自禁地吻向了善雅 这不解风情的海风 突然倒地的长板下的两人一击灵 清醒的两个人尴尬地笑了 意犹未尽这次换善雅主动 两个人从早清到晚 顺理成章地开上了车 突然仔细觉得两人发展的速度有些快 但她还是情不自禁地向善雅表白 然而两人缠绵得有多甜蜜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有多奇人 仔细起床已找不见善雅的踪影 打开房车门远远地看见她正要打招呼 却看到善雅向别的男人跑去 男人还温柔地给善雅撩头发 仔细瞬间蒙圈了 难以置信地她转过身去不忍之事 一顿抓耳挠腮之后 她觉得自己被骗了 被玩弄于鼓掌之间的不爽悠然而生 仔细心里很不是自慰 真是个坏女人 仔细气鼓鼓地朝自己的房车走去 善雅转头看到她也朝这边走过来 仔细立马起身装作刚才什么也没看见 自顾自地摆弄着帐篷 善雅很自然地邀约 我们去吃早饭吧 仔细心里不情愿 但还是抵挡不住美女的诱惑 最终还是从了 善雅说她睡觉的样子很可爱 听到善雅夸自己 仔细忍不住娇羞地笑 小路乱撞地她想牵手 不停地去试探 却被善雅有意无意的小动作给拒绝了 仔细怨尴尬地插兜 却又忍不住想知道 善雅跟别的男人聊了什么 善雅很自然地告诉她 约了对方今晚看电影 仔细听后心情荡到谷底 难道我昨晚做错了什么吗 不想承认自己无情被甩 晚上仔细一边给滑板涂色 一边时不时看着墙上的钟 心想着善雅晚上要和别的男人看电影 她就气不打一处来的没心思工作 正郁闷呢 扭头看见了善雅朝这边走来 她急忙追了出去 可善雅专心在研究游客里里 压根就没注意到她 心机的仔细看到了放着的吉他 突然有了主意 果然成功吸引了善雅的注意 正要开始散发魅力自顾自说着 一回头发现善雅又低头自己研究了 再次被冷落 第二天仔细要去冲浪 看到善雅和朋友在玩沙滩排球 看着她和异性有说有笑 仔细酸溜溜的心里很不好受 正当她转身要离开时 排球正好砸在了她的头上 无情被甩还被砸中了脑袋 仔细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看着善雅跟异性玩排球 仔细暗暗较劲 没有名分的她也不好说什么 一个人正郁闷地吃着拉面 听善雅跟别人说滑冰把脚崴了 她立刻跑回房车去找高药 可转头一想善雅对自己的态度 傲娇得她又十分恼火 第二天无意中听说善雅跟别人冲浪去了 还学会了海底回转 她心里的醋痰子碎了一地 仔细真的生气了 毕竟冲浪还是跟自己学的 这时善雅冲浪回来 懒洋洋地躺在沙滩上要睡午觉 仔细自顾自说着 扭头看到阳光照在善雅脸上 还是本能的贴心为她遮挡 听到善雅问她晚上还去房车吗 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看看这封女人若无其事的样子 仔细扔下帽子就走了 谁还没有点小脾气了 回到房车后在元气得连连叹气 却意外得知善雅并没有和别的仔细看电影 她的内心又窃喜不已 于是偷偷跑到善雅工作的窗前递小纸板 真是小学生呵呵 刚才说要来我房车的话现在还做数吗 听说明天会下雨和我一起去等雨吧 善雅甜甜地笑了 急忙追出去屋外已不见人影 只看见了最后一张字条 六点前未付约 我就当你讨厌我 可是仔细并不知道 善雅今天晚上十点才能下班 善雅本想着把昨天的事当作十一夜情 结束两人的关系 眼瞅着约定的六点要到 善雅无心工作 她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向爱情奔跑过去 此时仔细看着约定时间过了快一小时 善雅也没来 果断以为善雅拒绝了她 伤自尊的开车要走了 等善雅终于气喘吁吁跑到约定地点时 却不见了仔细的踪影 她立马抄近道在半路拦截 还没等仔细说完话 善雅猛冲进了仔细的怀里 接着两人相约开着房车在原野等雨 逆逆歪歪的他们终于等到了雨 两个人居然疯跑到雨里嬉闹 虽然没有伞 但淋雨了却很开心 仔细突然提问 你愿意嫁给我吗 善雅听到后不可置信 问她是认真的吗 没想到仔细很确定 两个疯子就这么一拍即合 你见过公共电话亭弹吉他唱歌求婚的吗 这两个疯子就要结婚了 他们在车顶举办了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婚礼 没想到的是仔细居然真的准备了婚结 善雅猛以为是走个过场 两个人玩一玩 没想到对方如此认真 两个人深情拥吻 他们约定戒指到死也不能摘下来 婚礼过后 善雅毫不避讳地向大家展示她对仔细的喜爱 仔细成功被逗乐笑地像个孩子 他们一起骑车一起冲浪 一起在荒野土址加油 他们准备在房车里度过美好的三餐四季 然而浪漫的誓言有时也是一剂毒药 一不小心让你无可救药 在原公司临时有急事 不得已要回首尔了 走前在三叮嘱善雅回去之后联系自己 如果忘记了就在月末去约定地点见面 没想到的是 善雅从此杳无音信 我们一起在海边生活的两个月 就像做梦一样 她说她也在首尔生活 我认为至少能遇到一次吧 结果一次都没有 宰元对此耿耿于怀郁闷至极 另一边善雅回首尔后开了家营销公司 一个人单打独斗艰难糊口 原来宰元在海边爱上的疯女人 并不是真实的自己 那就是一场梦 她已经全都忘记了 重新成为了李恩吴 这天她开车等红绿灯 实际意外遇到了宰元 痴情宰元每周都去两人约定的地点守候 心里盼望着能不能再次遇到心爱的女人 每每想起两人缠绵相恋的甜蜜 宰元承受不了被无情抛弃 她借酒消愁 每次都喝得鸣鼎大醉 宰元整日朝思暮想 相思病都病入膏肓了 就连喝多了出现的幻觉都是善雅 善雅在海边的那两个月确实爱过宰元 虽然是谎言 但爱是真的 善雅告诉自己好马不吃回头草 她只专注于当下 善雅扔完垃圾回到屋子 她居然和别的男人同居 原来这个男人是善雅的男闺蜜兼幼儿园同学 这天善雅把蜜月期间拍摄的胶卷 送去宰元长区的照相馆冲洗 晚上自己回到房间看着洗好的婚礼照片 不禁默默流泪 多么幸福地回忆她何曾不想念 第二天照相馆老板给宰元打电话 说有个女人来店里洗胶卷合影掉落下一张照片 宰元拿到照片一看正是她和善雅的合影 晚上宰元开车时又在回放善雅的录音 她困惑不已 善雅不辞而别地偷走了相机 说了不再见面为什么还偷偷去洗照片 另一边善雅和发小们在家里不亦乐乎地玩牌 宰元给金骏打来电话 原来善雅闺蜜的男友金骏正是宰元的同事兼好友 手耳果然不大 珍藏公与名的善雅得知宰元要来 突然不安起来 她慌张地跑出家门准备躲起来 却意外在家门口撞到了宰元的车 就这样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新婚妻子 宰元吃惊得下巴度快掉了 善雅却转身撒腿就跑 她深知自己配不上这个闪耀的优秀男人 哪怕偷偷看到她为情所伤喝的烂醉 懦弱的她也选择了逃避与躲藏 善雅飞毛腿般成功逃脱了 宰元再一次戒酒消愁 为情所困的痴情男人实在太可怜了 喝多了的宰元居然跑到派出所报案 一年之内这是她第六次喝多了来派出所 说有人偷了她的相机 还偷了她的心 警察也有点无可奈何 第二天 清醒的宰元决定扔掉和善雅一起做的冲浪长板 不约而同的默契 善雅也来处理大型废弃物 等善雅扔完自己的冲浪板后出门 外面突然下起了雨 独自躲雨的她回想起那天 和载元逆逆歪歪的在房车里等雨的甜蜜 而同一时间载元触景伤情 也在回忆两个人疯狂淋雨的时光 今天看来是扔不了了 载元还是不舍得丢掉两个人的回忆 于是落寞的又拿着冲浪板回去了 载元突然想到行车记录仪能录下善雅的样子 她立马去昨晚的停车地点找车 结果车却因为停在路上妨碍交通早早被拖走了 只能千辛万苦地再去赎车 她当然不知道举报非法停车的人正是善雅 等终于拿到自己的车 又被金骏无情地告知前几天有纠纷 存出卡早就被她拿走当证据了 载元听完要气炸了 金骏怀疑载元是酒精中毒出现了幻觉 居然还幻想自己遇见了尹善雅 两个人越说越生气 后来生气的载元干脆把她赶下了车 金骏也不是好惹的 她直接拿走了车钥匙 还顺手给了路人 善雅影像没找到还被坑一顿 载元郁闷地当了回渊大头 晚上自暴自弃的载元又找好友喝酒 好友被她感染了 喝多了之后也开始为情所困 忍不住给曾经的爱人打电话 果然世上没人能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 原来好友不禁娶了她心爱的女人 他们俩的孩子都八个月大了 了解实情后 载元急忙把喝多了的好友送回家 载元再次来到了两人的约定地点 她自言自语道 这是她最后一次来了 接着她又来到酒馆买醉 就连喝多了出现的幻觉都是善雅 载元以为的幻境其实是真的 因为此时真正的善雅就坐在她面前 她确实也很爱这个男人 回首尔后她却一直躲着不敢现身 默默地跟在载元身后心疼地看着她戒酒消愁 她问载元是真心的吗 载元说她是真心的 自从她离开后自己的内心就在一天天崩坏 听到这些的善雅哭了起来 她有自己的苦衷 载元在海边爱上了闪耀风女人并不是真实的自己 那只是她强装出来的外向开朗 现实生活里的她自卑胆小又怯懦 她讨厌自己 所以有了那次疯狂地逃离现实生活之旅 回到现实之后善雅反复自我催眠 那就是一场梦 都忘了吧 可是相爱的美好是两个人的 只有载元自己不舍地忘掉 这天载元落寞地来到河边 准备扔掉婚戒来放下对善雅的执念 却意外抬头瞥见了善雅的身影 善雅此时正好背着在原星星面的相机背包 善雅发现载元看到自己之后扭头就跑 正巧看到巡警 机智的载元立马喊巡警抓小偷 着急逃跑的善雅却不小心被路人撞到 由于载元之前每次喝多都去派出所报案 说自己相机被偷 这次居然弄巧成桌了 善雅于是被戴上了手铐 载元一下子也慌了 本来只是为了找女友 没想到事情闹大了 就这样两人双双被拘留 新婚夫妻戴着手铐手拉手坐在警察局里 民警说盗窃罪可不是小罪 要接受惩罚甚至坐牢 载元一听可能要坐牢急忙解释相机现在找到了 更何况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也不是相机 我就是想找到他而已 载元回忆了一下说我也没正式报警 民警说先生您都报过六次警了 于是问女人的个人信息填写紧急逮捕令 载元一听慌了 急忙跟民警一顿理论 这时善雅突然转过头问载元 相机不是你主动送我的吗 空气突然安静 为什么你们总叫我偷相机的小偷啊 相机是他给我的 这一下尴尬了 民警立马转问载元是你主动赠予他的吗 载元无语了打算破罐子破摔 只能承认了 于是民警给善雅解开手铐 却执意要善雅说出身份证号码做登记 善雅面露难色 她的谎言要被拆穿了 被逼无奈善雅只好拿出自己的身份证给民警 却被载元意外抢走 于是这个痴情男人看到了善雅的真名 载元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自己念念不忘的女人居然连名字都是假的 她的深情就这样成了笑话 你到底从哪里开始是骗我的 善雅一时静无言以对 载元无语了 气愤的她摔门而出 善雅登记完信息急忙追赶出去 正巧碰到载元开车经过 眼神冰冷冷的像看不认识的陌生人一样 任凭善雅怎么呼喊她也不停车 这时善雅却不小心被摩托车撞倒了 在后视镜里看到这一切 载元慌张地停车跑了过去 善雅急忙起身拉住她说相机还你 对不起刚才在拍出所我说谎了 每当载元看到这个相机包 就会想起两个人在海边甜蜜相恋的种种美好 不识趣的善雅又来接伤疤了 载元表示我不知道你是谁 你不是尹善雅 从我遇见你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 暴怒的载元接过相机包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狠心地说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曾经房车婚礼上的山盲海市 两人约定到死也不能摘下来的婚戒 只有载元自己遵守一直待到现在 善雅的手指上早就空空如也 载元转身去开车可越想越来气 刚才靠在一起的时候 我看你手上没有戒指 我可真是个笨蛋 载元把戒指摘下来转身扔到了河里 说完毫无留恋地开车扬长而去 初次相遇明明是个耀眼开朗又靓丽的女人 如今却完全变了样 曾经的种种美好 一幕幕在载元脑海里回放 善雅知道自己伤透了这个男人的心 想要挽回却又无能为力 我只想成为她心目中那个完美的尹善雅 但是现在她知道了我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完美 载元气愤地回到家 她郁闷地把自己锁在屋子 我不知道自己爱的是谁 她当然不知道善雅在她走后 偷偷地修好了相机 还在冰冷的河里一遍遍地寻找她丢掉的婚戒 低头的瞬间善雅脖子上的项链露了出来 正是两个人的婚戒 老天有眼善雅最终找到了那枚戒指 她兴奋地呼喊了起来 全然不顾自己湿透的头发和狼狈的样子 第二天善雅来到了社区 跟工作人员要回了自己之前处理掉的冲浪板 因为那是载元亲手做的 是属于两个人的珍贵回忆她不舍得忘掉 为了逃避感情留下的伤痛 载元选择用疯狂工作来麻痹自己 一个星期以后载元清醒了 开始自责自己当时情绪失控 对善雅大喊大叫担心会吓坏她 另一边善雅回到家里 却一反常态地一整天亢奋跳舞 看喜剧电影都能哭得梨花带雨 还时不时对着镜子自言自语 朋友们担心她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 想着赶紧给没有活干的她找个项目 让她忙起来说不定就正常了 手耳果然不大 资料里面掉出来一张不起眼的名片 载元捡起来觉得有点眼熟 她突然想起赶雅身份证上也是这个名字 载元赶忙去找项目书看 结果连地址资料也是一样 载元慌了还真是同意的她 她急忙拿出手机按照资料上的联系电话打过去 接电话的声音确实是赶雅 但同时听到的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 她这么快就跟别的男人同居了 我却还念念不忘朝思暮想 载元被气得整夜睡不着 自己是新风一样苦苦寻找的心爱之人 她连名字都是假的 居然还是金骏女友的闺蜜 就这么完美地隐藏在自己身边 洒脱地抛弃了他们的爱情 还好好的度日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载元越想越来气 打算找金骏盘问一番 金骏听到载元打听李恩吴的事情感觉一头雾水 但还是把事情一五一时的都讲了 恩吴之前辞掉工作为了追随前男友去釜山 没想到被现实打脸男友无情劈腿 就连新找的酒店工作也被取消 原本乖巧温顺的恩吴 郁闷至极无故消失了三个月 等他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时 却性情大变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金骏察觉到载元貌似对李恩吴很感兴趣 也为了帮他尽快走出上一段情商 他于是告诉载元周末在恩吴顶楼有烤肉派对 可以去渐渐在旁敲侧击地了解一下 临走时载元看似无意地问了一句 李恩吴是不是跟一个男人同居了 金骏急忙解释那是他的发小 两个人就只是合作而已 心结解开了 载元心情瞬间大好 第二天载元好好捣持了一番盛装出席 等前男友不请自来突然出现在自家楼顶时 恩吴慌乱不已却强装镇定 看到载元大方地向自己伸出了手 还说初次见面多多指教 他居然装作不认识我 恩吴于是忐忑地便把手伸过去 载元握住就不松手了 这时金骏惊讶地发现载元手上的戒指不见了 载元刻意看着恩吴解释 因为那个女人一切都是假的 戒指早被自己扔了 饭桌上两个人火药味十足 恩吴说他很喜欢把自己的恋爱史分享给别人听 载元反对他很喜欢偷偷摸摸藏起来恋爱 朋友们都觉得初次见面的这两个人很奇怪 金骏急忙解释他只是生病了理解一下 话锋一转大家突然关心起恩吴的情侣戒指项链 八卦地问他是不是谈心男朋友 为什么不告诉大家 恩吴说他就算有男朋友了也不会告诉大家 他不会向某些人把私生活昭告天下 明显话有所指 恩吴还是气得躲进了屋子 洗完脸恩吴自言自语 他怎么找到这里的 见到我也不惊讶 估计他都知道了 这是金骏拿出来恩吴的投标邀请函准备一会给他 载元急忙抢过去说他去洗手间要顺路送过去 终于有了两个人的独处时光 载元趁机向恩吴吐槽自己找他有多痛苦 连分手都不明确说就闹失踪 指责他和当初认识的善养完全不一样 说理恩吴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愿由载元发泄过后摔门离开 委屈的恩吴终于忍不住崩溃大哭 自我消化之后恩吴重新走出来 发现大家都走了 郁闷地喝掉了一大杯酒 之前每次喝醉恩吴都会离家出走 当然这次也不例外 他随便坐上了一辆公交 回想着刚才载元无情地吐槽 不自觉地想起上一段痛苦的恋爱 也是这样自己拖着行李来到异乡 等到了男友家却发现他早就和别的女人同居了 就这样在异乡流落街头 被劈腿又被辞退百感交集 落寞的恩吴被缘分带到了海岸 在这里他幸运地遇到了载元 多亏了载元无条件的爱 他重新找回了迷失的自己 越想越后悔 恩吴在公交上昏睡过去 等他一觉醒来 却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房间里 他悄悄打开房门一看 熟悉的身影居然是载元在做早饭 这不是梦吧 他尴尬得无地自容 正准备悄悄溜走 不料手机突然响起 结果被抓包现场 原来昨晚喝多的恩吴迷里呼呼地 给载元发了好多短信 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等载元打过去电话居然是公交司机接的 听到模糊的名字 载元立马猜到是恩吴 载元抢走恩吴的手机 随便找个理由糊弄的就给挂了 恩吴责备他没礼貌 载元回怼都是跟你学的 恩吴觉得他在挖苦自己 载元拿出昨晚的短信问这都什么意思 恩吴白口莫辩 干脆承认了 他就是怀念过去 想把过去当做一段美好的回忆 我是李恩吴 而你爱的人是尹善雅 你爱的是那个我装出来的虚假人物 而真正的我你却一无所知 两个人就这么不欢而散 可看到窗外下了雨 载元还是急忙追了出去 说要把没伞的恩吴送到公交站 可是雨越下越大 载元趁机躺平 借口雨天开车不安全 恩吴生气的就要开门下车 载元急忙拉住他 李恩吴你脾气真差 说谎还有理了 还理直气壮的发火 恩吴李亏只能安静地待着 载元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个女人 他车里放的音乐 还是当时两个人一起听过的歌 不管以前还是现在 他都没办法对他哪怕半点恨意 再生气也讨厌不起来 心里还是挂念着他 就这样暧昧地带到了雨亭 这时在门口正巧遇到了恩吴的发小和闺蜜 闺蜜惊讶地问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在一起 大眼瞪小眼的正尴尬呢 闺蜜突然恍然大悟又自圆其说 原来你刚才就是在载元哥的公司开会啊 抓住台阶就吓得恩吴赶忙说自己要先回去 准备火速逃离现场 闺蜜却客气地想请载元进屋吃拉面 恩吴一下子愣住了 还真是猪队友 他明摆着不想请载元进屋 于是送命题般地直白提问 你不饿吧 没想到载元表示我很饿 恩吴无语了还真是被赖上了 于是载元顺理成章地进了屋 进屋后恩吴亲自下厨做了特制毛格拉面 果不其然 死皮赖脸的前男友肯定要区别对待 载元的碗里一个毛格也没有 看载元那哀怨的小眼神 发小问他新工作看得怎么样 恩吴还火上浇油地说我不接他公司的工作 载元成功被激怒 两个人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地在饭桌上吵起来 这时恩吴听说房东通知要涨房租 更是火冒三丈瞬间被点燃 边吃拉面边大骂 还不小心把拉面喷到载元脸上 载元觉得自己理解无能了 因为他刚刚听到金骏说之前的恩吴是个安静内向的女生 现在这个女人究竟是谁 晚上载元回到家 看到恩吴昨天匆忙逃走拉下的行李箱 忍不住打开一看居然是空的 他百思不得其解这拿着空箱子是要去哪了 他在抽屉里翻出了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项链 回想那天恩吴藏着掖着的情侣戒项链 一想到他可能已经令结心欢了 不由的心中落寞 晚上载元无意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到了恩吴的小号 里面写满了他对载元的思念 两个人甜蜜相恋的一幕幕 原来他都珍藏得根本没有忘记 载元突然明白了一切 他急冲冲地开车去找恩吴 他要找回自己的爱 载元为了找个借口跟恩如开聊 想都没想居然直接开车把人家车给撞了 还装模作样地给恩吴打电话 让他出来看看刮碰现场 哪曾想这一切 都被恰巧外出取快递的恩如在背后目睹 于是两个人你眼我一语地吵了起来 聊到两个人相处的恋爱细节 针尖对卖盲谁都不肯让步 越吵越凶眼看没法收场 载元答应恩吴赔钱 恩吴的自卑心理又作祟了 认为载元这是在炫耀 让他赶快把车开走 气得他用力踹了一脚 没想到这一嘚瑟把脖子上的项链震断了 婚戒掉了出来 载元捡起来发现 这正是自己之前扔到河里的那一枚 话音刚落恩吴的那枚婚戒也掉落了 恩吴慌忙用脚踩住 载元一连串追问想确认那是不是定情的婚戒 看恩吴不松脚立马把他抱走 确认就是两人的定婚戒 面对载元的步步紧逼 恩吴无言已对 已不变应万变索性不退步 没想到恩吴竟直接吻了上去 两个人终于要和好了吗 载元刚回味着娇羞地说自己很喜欢接吻 恩吴却突然又反悔 这到底什么星座这么反复无常 载元一脸严肃地叮嘱恩吴最好想清楚 如果他再说后悔自己真的会疯 恩吴仔细想了一下 还是后悔了 载元被精神女人折磨得瞬间抓狂 是你先亲我的 无论是当初还是刚刚 恩吴直接破罐子破栓说自己就是疯了 载元一听急忙给他洗脑 还急忙掏出两人的定情婚戒证明 这明明是我丢到河里面的戒指 怎么会在这里 这说明他在那么冷的天里 跑到水里把戒指捡回来了 这种事情我绝对不会去做的 但事实却疯狂打脸 他自己那天也悄悄回去 在冰冷的河里摸鱼找了半天 载元把对戒摆到恩吴面前 疯狂叫嚣着这就是爱情了 事实摆在面前恩吴不好狡辩 但是固执的他始终不肯开口 当时我是爱你没错 看到你扔戒指我很难受 所以才去水里把戒指捡回来了 所以现在很后悔 载元气得要吐血 遇到始乱中期的疯女人 载元可怜巴巴却被吃得死死的 我是因为喜欢你才亲的 我不后悔 然而恩吴表示我也喜欢你 所以才亲的 但我还是很后悔 真的是神罗解 载元静无语宁夜 也是醉了 回家后依旧气得辗转反侧 刚重新点燃的复合小火苗 瞬间被掐灭 还捎带着被嫌弃的凶了一顿 载元崩溃了 回家气得无处发血 习惯性的狂揍枕头 乃兄乃兄的还扬言要报仇 于是拿起电话给前女友打过去 不料恩吴跟没事人一样正睡得香呢 一听是他懒得应付就给挂了 于是载元一鼓作气又拨了过去 问他怎么还能睡得着 真是太坏了 可是恩吴糊弄的应付完又挂了 再而摔散而解 无计可施的载元被恩吴吃得死死的 拜托恩吴不要挂电话 恩吴于是也趁机坐了起来 两个人开始耐心地交流起来 遇见你以后我很开心 谢谢你喜欢我 那时候我真的很需要被爱 现在我想找回自我 不想再变成曾经那个不堪的自己了 对不起 载元听完恩吴的心声沉默了 让自己的心拔凉拔凉的 尽管失落载元还是尊重恩吴的选择 第二天 恩吴刚用胶带把后视镜缠好准备凑合用 满血复活的载元又出现了 他把恩吴的车送到修理厂维修 恩吴回屋拿出了 珍藏着两个人甜蜜回忆的相机包 还是执着地要把它还给载元 你拿走吧 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一点 载元同意地接了过去 最后叮嘱恩吴 你说你想找回自我 那就用心去找吧 离别时载元故作潇洒地追问 你不说点珍重之类的话吗 恩吴理智的答复工作中还会再见的 两个人兜了一大圈 就这么和和气气地分了手 看着载元开车扬长而去 恩吴若有所思他要干大事了 晚上他准备跟闺蜜和发小摊牌 我不能再逃避了 也不想再对你们隐瞒了 自己就是偷走载元相机的小偷 也就是那个尹善雅 要变得坦率真是太难了 终于把深藏的秘密讲出口 恩吴内疚地大哭起来 晚上恩吴心事重重地睡不着 翻开白天前男友还给他的行李箱 却意外发现了手势盒 打开一看居然是项链 也没留封信看着什么意思 另一边正式分手的载元也失眠了 神情落寞地摆弄着两个人的定情婚戒 第二天 恩吴重振旗鼓来前男友公司开会 进门前想起闺蜜昨晚鼓励自己的话 不管什么样的李恩如都是我 我有信心能做好 会议上载元和恩吴的意见进不谋而合 恩吴的方案就这么顺利被采纳了 令恩吴惊讶的是短短一天之内载元的变化 一视同仁的潇洒就像两个人之前没谈过恋爱一样 晚上恩吴还是没想明白载元为什么送他项链 准备给他打电话问个明白 载元嘚瑟地亮出手机 给恩吴的备注居然是漂亮的神经病 扑龙大鹅这下真是硬气了 居然敢挂媳妇电话 宁波打的电话无人接听 果然认真工作时的载元魅力无穷 经过工作时留心观察 恩吴发现了载元帅气的另一面 纠结的他又开始质疑自己当初的选择 晚上勇敢的恩吴约载元到楼顶想好好聊一聊 恩吴摊开手中的项链 他想要更坦诚地去面对一切讲出真心 原来从现在开始好好恋爱 就是载元送这条项链的意义 两个人重启了恋爱模式疯狂撒糖了 两个人你浓我浓地到店里吃披萨 正吃着载元突然提问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漂亮的 恩吴吃着披萨一抬头都吓到了 反问到我们的载元是从何时开始这么帅的 载元说是遇见你之后 这恩爱秀一脸 旁边的女学生狗粮都吃撑了 真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 今天就是他们恋爱的第一天 两个人手拉手溜达着散步 载元问恩吴还喜欢什么 恩吴说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热乎乎的拿铁 还有朴载元 故事也在两人的拥抱中结束 感谢与小帅一同看完这部剧 我们下部剧再见